受到疫情的影響 之前有不少的国山生 在确诊或在隔离 所以今明两天会举行 国中会考补考 全台有3914名的考生 跟大陆考场387名考生 会一并举行考试 如果考生再一次发生了确诊 或是尚未解除隔离的话 没有办法参加补考 将会协助他们 以专案方式来处理 完整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给杨宗燕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国中会考补考在今天 明天两天举行 记者在台北市成员高中考场这里 可以看到天气还不错 先预祝考生们是金榜提名 那根据统计 有3900多名的学生 之前因为确诊或是隔离 而没有考到国中会考 那也让这次的补考 是历年的最大 那第一天上午考的是社会 以及数学 我们来听一下访问 很糟 因为我想要赶快考完 赶快解放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礼拜 可能也不会读书 然后可能你学的东西 有可能就会忘掉了 你有信心吗 对这个 一半吧 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不然因为说真的 得到这个疾病 不是想象中那么轻松的感冒而已 因为他几乎是在床上昏睡三天 然后咳了一个多礼拜 然后不太能吃东西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他应该那天也是 表现也会很不佳 可以听到学生们有补考机会 更加把握要好好发挥三年所学的实力 国中会考补考安排在二十二个考场 一百四十八间市场举行 将有台湾三千九百一十四名的考生 与大陆考生三百八十七名 会一并的来举行考试 那教育部也表示了 如果有考生因为确诊 尚未解除隔离 无法参与补考的话 将会以这个专案的方式来办理入学 那此外呢 补考的防疫均比较会考正式考试 每间考场的学校设置 有两间备用市场 可安排八到十二人来提供现场 临时发烧或有呼吸痘症状 考生硬试 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 把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 艺人郭彦均日前在脸书上面 分享他跟医护朋友的对话 内容提到看到这么多孩子 就这样走了 没想到苏贞昌之后 讲的是我们会加以就责查办 引发非常大的争议 对此总统蔡英文到现在为止 没有对这件事情 发表任何的看法 倒是在昨天端午节 他在脸书上面po文 po的是 祝福全体国人平安健康 而这篇文章 也点燃很多网友的怒火 光是一天就涌入 超过5000则的留言 大部分都是批评的声浪 不少人写下 很多小孩走了 还有很多长辈也走了 你的防疫团队搞得人民疲于奔命 人养马翻 全国人民都尽量靠自己 因为无能政府的落后部署 国内的儿童染疫重症是逐日的增加 到3号为止已经有13例的儿童死亡 昨天是端午廉价的第一天 所以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接种站打疫苗 根据指挥中心的最新统计 到2号截止接种是19.3万人 创下今年以来的单日新高 而秦政院长昨天在上午 也去中南部视察了儿童疫苗接种站 不过他两度被民众抢下 小朋友吓得嚎啕大哭 端午廉价第一天 家长一早就带孩子到国小打疫苗 楼梯口排满长长的人龙 北市校园儿童BNT接种最后一天 设置国小开放900G量能 造册施打521个人 多出来的量提供随到随打 根据指挥中心3号最新统计 2号总共接种了19万3431个人 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新高 这波疫情让家长人心惶惶 截至3号国内已经出现31例 儿童染疫后重症 其中13例死亡 北市中正纪念堂上午也出现施打人潮 报到等待群民众涌入至少300人 截至3号下午 中正纪念堂总共施打了1237人次 民众恐慌强打疫苗 对于中央防疫没有信心 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午到台南 视察接种站也被民众呛呛 不只台南苏贞昌上午连跑台中高雄 结果到台中也遭到当地里长高举白布条抗议 里长怒轰很多孩子都走了 冷血酷吏 草菅人命 要求政府必须重视幼童防疫安全 记者王志文 王一宋 台北报道 回到国内来看到的是 福吉美唾液快筛遭到质疑 验不出Omicron 承试中澄清 能够验出CT值24以下 意思就是说CT值24以上 敏感度会有敏感不够的问题吗 这个福吉美这个东西 事要主会用Omicron的变异株去检验 这个唾液快筛的检体 CT值要低于24才能够验得出来 天啊 福吉美你花了175 180还175 175块去买了一个这个拓摄 还这么贵 然后他只能够验出部分 你低于24才验得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解格标准是什么 27到30 难怪人家这个 柯文哲还蛮聪明的 柯文哲就说 要30以上比较准确 所以台北市坚持不买 亮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柯文哲真的是 越讲越帮倒忙 我那个 周一扣不是阳性吗 然后29.3 这个是24以下 开什么玩笑 事实上我们的出院标准是30 那这样子我们的食要鼠让他通过 还大蠟的蠟了跟大家讲 就是可以通过 这个就莫名其妙 表示你从24到30 你都测不到 好可怕 因为拖替快筛坦白讲是针对小朋友 因为他要用那个去戳鼻孔 那就是因为针对小朋友 才要特别谨慎 对 那你去想一想 如果一个小朋友 做了这个拖替快筛 结果因为他25 那就测不到 结果他事实上是 他事实上是阳性假设 那他就传染给他家里的大人 不是这样吗 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如果常常抱他 不就是被传染了 所以这个逻辑真的很怪 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说 访单忘了付 然后食药署会好心帮他重做的 食药署说我们有帮他做 结果他Omicron有过 有过 那因为台湾本来就只有Omicron的人 他是以这个为例 就我们台湾找几个人 然后去试试看 然后试了有过就算 我的意思就是 食药署是多凶的一个单位 多严格的一个单位 这个药事实上 许鸿廷在电视上公开讲过 说他朋友去年就要进来的 结果食药署不给他过 他有四十几家都给人家打枪 是啊 食药署还会好心到说 我帮你做做看台湾的Omicron 我朋友的厂商做快筛的 奉建九次全部被拒绝 对嘛 食药署是多严格的一个单位 怎么可能对这个 松城这个样子 福建美两周就迅速过关了 过关就近三千万计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这么这么的多 新冠的重症患者 有将近五成都是在发病三天内不治 根本来不及服用救命特效药 专家说应该要把握 五天内的黄金治疗期 只要注意做到三件事情 就能够打败新冠救回移民 新冠的重症患者 三天内转死亡的比例 高达百分之四十七 若在黄金五天内吃特效药 明明可以降低百分之八十八的死亡率 为什么又要来不及 原因就在太晚发现和延误就医 专家建议要把握黄金治疗期 有三大关键重点 第一不只要做快筛 也要做PCR 第二要留意紧实症状 最后若是出现轻微症状 也要密集筛检才能提早发现 特别是可能接触 确诊者的上班族 或是老人家等高危险群 能够每天温度两个两三次 呼吸如果说速度超过26到30次以上 每分钟就这样赶快就医 最好每天快筛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你若是高危险年龄大 只要有症状不舒服 就把它当作是有病 快筛阴性并不表示你没有确诊 可能是病毒量不够高 你已经开始发生感染了 再用PCR来检验 他到底有没有确诊 想要抗新冠有营养师提出 每日必吃菜单 首先维生素A能减少病毒 从年末入期 每天一定得吃四到五个 拳头的花椰菜或博菜等 其次是维生素C 供用在增强免疫力 巴勒奇果等含量最高 每天也得定量吃 至于含新的食物则最能抗病毒 可以选择吃海鲜或牛肉等 每天需求量大约半碗 聚而茶素可以抑制病毒生长 每天一杯绿茶就是好选择 木瓜或者芒果是当季的 刚刚维生素A含量也含很高 那我们的建议就是 最好是在饭后使用 比较好吸收 掌握每日抗新冠超强 饮食流益可能染疫的蛛丝马迹 才能彻底对抗欧摩大军 记者陈珍茂 徐国豪台北报道 台中防疫廉价不打烊 市长卢秀燕今天到诊所去视察 儿童疫苗施打的情况 他特别准备了粽子要赠送给医疗人员 感谢他们的付出 同市长也提到 儿童疫苗现在的施打率 已经超过了六成 进度超弦 他感谢所有的市民 一块为防疫努力 送上应景美食 台中市长卢秀燕 感谢医疗人员的辛劳 端午假期台中防疫不打烊 儿童疫苗接种迟续进行 我们预计这一波要打的儿童疫苗 12岁以下到5岁的 大概是18、9万人 到昨天为止已经打了11万人多 11、2万人了 进度有超前 等于大概六成以上的儿童 大概都打了 今天这个假期当中 还继续在施打当中 所以大概看起来 台中市的儿童疫苗施打 进度有超前 那我们预计在下个礼拜五之前 可以全部结束 会提前结束 逐步提高城市防护力 校园施打、医疗院所 中央在六都设立的大型接种站 市府强调 接种速度外更顾及安全 感谢所有低线人员全力付出 我们所有的这个施打系统 都在上线当中 那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 根据中央的资料 我们看起来 我们目前是六都的前三名施打 台中的防疫工作 通通没有停止 包括我们政府的 这个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上线中 另外我们有些案子 是委托民间的医疗院所 清洁人员等等居户人员 他们也都在上线当中 自己的市民自己守护 总是亲自前往政策实施地点 妈妈市长实质名归 昨天就预约 就刚好还有一个名额 我们今天就来了 所以很难预约 不会 对 过程都还蛮顺利的 对还蛮顺利的 看到诊所我开就进来问一下 这边的话预约的话 不会花太多时间 还好还好 我觉得有打油很复联 从去年的疫苗快打战 到现在的儿童疫苗接种 毒瘦业卯足全力 成为守护城市的妈妈市长 就城市员工得位于稳台中采访报道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次序生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